尺部的由来 这是甲骨文的牙齿的尺 我们看这个尺 这是一个人的口 人的口的上面有两颗门牙 下面也有两颗门牙 这牙齿比较稀疏 这个牙齿挺搞笑的 这是尺的小钻字形 我们看这个小钻字形 它怎么变化的 上面增加了一个尺 纸是代表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的牙要加个纸呢 这个表示 看到了吗 这个表示上面的两颗牙 下面的两颗门牙 这是这个纸的繁体字 笔画比较复杂 上面依然是纸 下面是人 它是代表什么呢 它代表的是两颗门牙 下面的两颗门牙 最后是一个口 这是口 上门牙下门牙一个口 这个就是我们的尺 我们的尺一般指 牙的哪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门牙 我们把门牙 上面的四颗和下面的四颗 都称为尺 都称为门尺 我们看这个跟尺有关的汉字 这个甲骨文呢 就大家仔细看 有意思的地方在那个牙的上面 这是它的口 上面呢 它画了三颗 这个门牙 下面画了两颗 这些没有什么特殊的 关键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东西 大家仔细看 什么东西呢 大家猜不到吧 在甲骨文当中 这个字形呢 它就是一个虫子 金文字形 左边依然是牙齿的齿 为什么呢 因为上面是指 下面是那个 这个很形象的 这个门牙 两个门牙 上两个门牙 右边的是什么呢 仔细看啊 右边 右边呢 是大禹的雨 但是呢 它不是人名 它是一个虫子 这就是这个字的 小钻子形 依然是左边是齿 右边是雨 这个字呢 就念取齿的取 它念取 什么取啊 取就是被称为柱牙 熟成为虫牙 叫取齿的取 那么柱牙呢 是因为牙齿啊 发生了腐蚀性的病变 你看那个牙呀 有好牙 最后变成一个取齿 这个过程 所以古人认为啊 所以古人认为 这个牙齿坏掉啊 一定是什么虫子啊 在里面给它柱坏了 那么古人发现什么呢 木头呢 它被腐蚀之后啊 重新孔洞之后啊 那是因为虫子咬的 所以古人也认为 这个牙齿啊 也应该是虫子咬的 所以这个取齿的取啊 就是一个齿 上面加一个虫子 这么就表示的 那这个虫子最开始呢 咱们仔细看啊 它就画了一个大大的头 长长的尾巴 这是它的趴行的竹 后来它那个 再往后发展呢 它的竹啊 你看 发出来一个小爪啊 别的字型呢 没有太多的变化啊 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这个字是什么呢 后来呢 就是大鱼的鱼 所以大鱼的鱼这个字呢 它的本意呢 就是一个虫子 虫子 所以取齿呢 就是 齿 就是齿 加上鱼 鱼是虫子的意思啊 那放在一起呢 就是虫牙啊 取齿的取啊 是这么来的 就是虫牙啊 那么跟这个齿有关的 汉字啊 很大部分呢 都是形成字啊 比如这个卧错啊 什么是卧错呢 它只是肮脏不干净 比如人的品质啊 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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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又引申为 气量狭小 拘语小节啊 这样就称为卧错 这两个字由来呢 挺难考证啊 但是我们只需要 记住这个 卧错的本意啊 本意就行 它叫肮脏不干净的意思 好 这个词呢 也经常常见啊 叫拘语 还跟我们的牙齦有关系啊 什么叫拘语呢 我们看图片 上下牙齿对的不起 就是拘语 也就说定牙齿 不齐 理出外进 后来呢 这个拘语啊 比喻意见不合 互相抵触 就叫做拘语 还有这个字念念 一个口加齿啊 就念念 念的本意呢 就是咬 多指那个 比如成语 比如成语 虫咬属涅 所以涅呢 就是咬的意思啊 那么涅齿类动物呢 就是长了大大的门牙 总是不停的磨牙 啃食东西的这种动物呢 他们都是涅齿类动物 我们看一下这些动物啊 都是常见的是老鼠和兔子 老鼠啊 它是涅齿动物 它门齿 特点的是 它没有这个 齿根 没有齿根 它终身在不停的生长 所以呢 它必须要磨牙 你看老鼠啊 去啃食东西 为什么老鼠愿意啃食东西呢 是因为它的牙呀 不停的生长 如果不磨呢 就会看到像左边 这个老鼠这个样子 它的牙上下呀 就不在一条方向上了 不在一个方向上了 就错开了 而且牙呢 它会 再 它是弯起来的 最后呢 它会扎到自己的头里面去 所以老鼠呢 它必须要去磨牙 那么这种独特的磨牙的特性呢 就使老鼠这个牙呀 变得非常的尖利 那么看这个字啊 这个字左边是 左边是齿 左边是齿 右边加个另 那大家都猜到了 什么意思 就是年龄的零 那年龄的零啊 怎么 为什么用一个牙齿来表示呢 因为古人发现呢 人们看牙齿啊 就可能判断出 这个人的年龄 看那个动物的牙齿啊 也能够猜出动物的年龄 所以呢 零啊 就跟牙齿有关系了 比如说 你看 这是人们婴儿成长的过程 它每个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时间呢 它的牙呢 是有明显特征的啊 六月的时候呢 就开始长下牙了 就是下牙的两个门牙 之后啊 九月份的时候呢 长上牙和下牙 十二月的时候呢 就上面四个 下面四个 十八个月就开始长 那个旧齿了 就是大牙 接下来二十四个月 就讲全齿 最后三十个月 第二个旧齿啊 牙基本上就差不多全了 所以古人就发现了 通过这个观察牙齿啊 是可以判断这个 人和动物的年龄的啊 这里是跟齿有关的汉字啊